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农广天地 来到山东林仪 一整只羊的肉 骨 内脏 头 体等 不加任何调味料一起炖煮 炖煮后再是以烹 炒 煎 炸等不同的烹饪方法 再加入辣椒和山东人喜欢的葱 蒜等配料 做出色 形 味 香 各异的菜肴 一共22道菜 组成众口皆碑的全羊宴 是林仪仁招待远方宾客 庆祝节庆假日的一道传统宴席 首先来看看这宜蒙黑山羊长得什么样子 宜蒙黑山羊的个头虽然不大 但是体格非常强壮 四肢十分结实 尤其是大腿的肌肉十分丰满 体十分坚实 毛色有黑色和棕红色两种 其中毛色为黑色的占70%左右 毛色为棕红色的占30%左右 宜蒙黑山羊的脚长而弯曲 呈八字形向后弯曲 公羊的脚比较大 母羊脚比较小 成年公羊平均体重32.5千克 成年母羊平均体重25千克 宜蒙黑山羊非常喜欢攀爬 当地人还给他们起了一个独特的称号 当地老百姓促称宜蒙黑山羊为山羊活的 主要原因就是 他比较喜欢在山区丘陵地的活动 他喜欢爬山 特别是这个公羊和小山羊 这个同小就在这个山区内活动 这个人到不了的地方他能到了 人爬不上去的山他能爬上去 所以当地老百姓促称的他就属于山羊猴子 因为这种习性使得宜蒙黑山羊可以在高山悬崖 抖壁上放木材石 运动量大会使得羊的肌肉含氧量增加 羊的肉质更加细嫩 更有弹性 从而使宜蒙黑山羊的肉质更好 更鲜美 那么爱攀爬的宜蒙黑山羊 究竟适合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呢 林仪市地处宜蒙山地区 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在11摄氏度 冬暖夏凉 气候温和 空气湿度大 植物种类繁多 牧草资源丰富 植被好 优越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发展 喜攀圆 爱爬坡的宜蒙黑山羊 除了喜欢运动外 宜蒙黑山羊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比较耐寒 最低可以耐零下10摄氏度的低温 如果温度低于零下10摄氏度 就要采取保暖措施 但是 宜蒙黑山羊比较怕热 如果气温高于35摄氏度 就要采取降温措施 因此 宜蒙黑山羊适合在于 宜蒙山区类似的 华北地区的山区丘陵地带 进行放牧养殖 那么 这宜蒙黑山羊的铲肉性能怎么样呢 宜蒙黑山羊10月0 体重在20千克以上 就可以出栏了 屠宰率平均为46%左右 宜蒙黑山羊母羊 一般4到5月0性成熟 初配年龄在9月0 母羊一年四季 均能发情 但主要集中在9至11月份 发情周期为15至20天 人参期150天左右 一般一年一胎 多数为单高 双高占到7%到8%左右 产高成活率在90%以上 种母羊的利用年限为2到3年 宜蒙黑山羊公羊6至7月0性成熟 一周岁可以进行配种 宜蒙黑山羊种公羊利用年限为5到6年 由于亦蒙黑山羊这种善于攀爬游走的习性 因此在林医地区 一般是采用半摄寺半放牧的饲养方式 每天早上将山羊放出 亦蒙黑山羊牙齿锐利 嘴唇灵活 可采食多种牧草 中午要回眷休息和补水 下午再将羊群放出 晚上回眷 还要对亦蒙黑山羊进行补饲 一般是使用 由玉米 豆粕 麸皮等混合制成的精料 要想养好亦蒙黑山羊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好种羊 因为亦蒙黑山羊生长速度较慢 产子率比较低 因此在选择种羊的时候 要格外注意以下几点 我们在亦蒙黑山羊这个选域方面 我们分于三个间的进行选域 第一个间就是出生 首先出生的时候 我们会第一关 它是这个母羊是不是产的双膏 产的双膏 我们会双膏的以多留种为主 然后我们会称重 会特粮 这是第一关选域 第二关选域会在断奶期间 断奶期间我们还要进行称重 生长发育比较快的 个数比较大的 而且都是双膏的 我们就把它留下来 因为母羊产的是双膏 选择这种双膏的羊作为种羊 就有可能再次产双膏 因此 无论选择种公羊还是种母羊 最好都选择双膏的 除此之外 在身高体重上 还有一定要求 一般来说 断奶阶段 公羊体重在7.5千克以上 体长在40厘米以上 母羊体重在7千克以上 体长在38厘米以上的流用 在6个月流用的时候 我们还要进行一次选域 这个时间的选域 我们要更为详细 这个时间我们会冲种 特起高 起长 胸围 管围等 看它的牙齿发育 看它的乳头发育情况 各方面都比较正常的 我们就会把它剁为后背羊 进行留种配种用 选择种用的成年公羊体重 要在33千克以上 体长在65厘米以上 胸围在73厘米以上 选择种用的母羊体重 要在26千克以上 体长在60厘米以上 胸围在68厘米以上 一般来说 种羊场 种公羊和种母羊的比例 在1比25左右 母羊6到9月0 公羊6至12月0 为后背羊管理阶段 公羊和母羊要分群管理 此时最重要的是 后背母羊的管理 在这个阶段 后背母羊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 如果饲养不好 就会影响到后期的配种 妊娠等环节 这个阶段的管理主要就是 增加放牧时间 做好日常补肆工作 每天早上7点将后背母羊放出 一般两个羊官 一前一后来控制羊群的走向 草场要选择草制较好的草场 让羊群自由采食 中午12点将羊群赶回眷舍休息 下午2点再次将羊群放出 晚上6点再将羊群赶回 赶回眷舍后 要补私一丝精料 精料的具体配方为 玉米30% 麩皮25% 菜子饼20% 棉子饼20% 矿物质3% 食盐2% 每只羊每次补私 0.2至0.3千克 母羊到了9月0 公羊到了12月0 就可以进行配种了 我们先来看看 种公羊配种期 如何管理 种公羊养殖的数量并不多 但是对他们的管理却精细的很 但这个种公羊主要是上山放牧 就是让它爬山 登下它的旗帜 旗帜比较健壮以后 它这个性欲会比较旺盛 这个精子活力会比较强 非常利于这个牧羊的配种 种公羊的精子质量 直接影响着配种效果 因此在配种期 是要保证种公羊体质健壮 活泼 精力充沛 主要是通过放牧和加强运动 来增强种公羊的体质 以保持良好的精液品质 种公羊要单独组群管理 因为种公羊的数量较少 因此两场可以将所有种公羊组织成一群 一起进行放牧 每天早晨七点 羊官们会打开羊社 将种公羊放出 种公羊放牧的场地 可以选择在草场质量较好的山坡地 第一是 移蒙黑山羊种公羊特别喜欢攀爬 第二 在山坡放牧 也能增加种公羊的运动量 增强体质 如果配种季节是在夏季 或者秋季气温比较高时 中午12点 要回眷休息两个小时 可以适当地给种公羊补些水 如果气温超过35摄氏度 还要给种公羊降降温 这不 阵阵凉风吹来 这移蒙黑山羊的小日子 过得还是很惬意嘛 下午2点再将种公羊放出 下午5点 移蒙黑山羊赶回羊圈进行补寺 补寺要使用精料 种公羊在配种期 需要动物性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饲料 具体饲料配方为 玉米55% 麸皮10% 豆粕25% 鱼粉8% 食盐2% 每天回眷后补丝一次 每只羊每次补丝 0.8至1.3千克 移蒙黑山羊认身期为150天左右 可以分为认身前期和认身后期两个阶段 前期也就是前三个月 这个时候管理的目的是保证胎儿正常的生长发育 保证认身母羊所需营养物质的供给 认身母羊要单独组群放牧 每天早上8点将羊群放出 认身母羊的放牧 我们一般都是近距离的放牧 不会到远的地方去放 它还孕期 它不适于长途的抖动 它的放牧的要求就是导出导规 晚出晚规 中午的时间尽量让它多休息 它同时我们也会多为一些多汁的清理资料 利于它的消化吸收 放牧地形要选择地势平坦的草场 或者丘陵的羊破 最好选择距离水源比较近的草场 有利于母羊及时补水 如果天气过热 可以选择在有树林里的草地上进行放牧 中午12点仍要赶回眷舍休息 下午2点再次将羊群放出 驱赶羊群要缓慢 每天下午5点 会将羊群赶回眷舍 母羊回眷后要进行一次补寺 具体的配方为玉米60% 麸皮8% 棉子饼14% 豆粕15% 食盐1% 磷酸氢钙2% 每只羊每次补寺0.3至0.5千克 由于大多数母羊在秋季发青配种 到了人生后期 也就是后两个月 也基本到了冬季 虽然一蒙黑山羊抗寒性比较好 但还是要给它们做一些保暖措施 饲养员们会在牧羊的眷舍顶部 夹盖一层草莲 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 由于天气比较寒冷 这个阶段的牧羊 也不再进行放牧 要在眷舍内进行管理 这个阶段 胎儿生长发育迅速 对营养物质的需要也显著增加 因此牧羊对营养物质的需求 要比较全面 数量也远远超过人生前期 这个阶段主要思维玉米 秋季储存的青甘草和配合好的精料 每天早中晚要思维三次 每次按照青甘草 玉米 精料的顺序思维 青甘草和玉米 撒在眷舍内的地上 当羊自由取食就可以 其中青甘草每只羊 每次四味0.8至1千克 玉米每次每只羊 四味0.3至0.5千克 精料要撒在石槽内 具体配方为 玉米55% 麩皮8% 棉子饼14% 豆粕20% 食盐1% 磷酸青钙2% 与妊娠前期相比 饲料配方中增加了 动物性蛋白质饲料的比例 这种饲料配方 更有利于胎儿的发育 同时也能补充 牡羊妊娠后期营养的消耗 每只羊每次四味 0.5至0.8千克 在牡羊分娩前一周 要将牡羊赶到产房中待产 这一周的管理要十分小心 四味可以按照 牡羊妊娠后期的配方 和四味量进行四味 饲养员要经常观察 牡羊的状态 根据牡羊的情况 对四味量进行适当的调整 妊娠150天后 一蒙黑山羊 牡羊就分娩了 一年一胎 一胎产一只 或者两只 产后 牡羊要四味一次温水 每三只五生温水中 要加入二十克左右 一亩草颗粒 除此之外 还要加入三百至五百克服皮 这样有利于牡羊恢复体矿 出生到三月龄的小羊 为高羊管理阶段 羊羔出生后 就和牡羊一起转到单独的卷舍 进行管理了 刚出生的羊羔 要用百分之零点一的高蒙酸甲溶液 擦拭身体 进行消毒 接着 饲养员会在小羊羔的脖子上悬挂一个标牌 由于羊羔体质还比较弱 这时还不能给他们打耳标 这个标牌和耳标一样 会记录高羊的信息 就相当于他们的身份证了 高羊出生两个小时内 就要吃到出乳 出乳的营养价值很高 对羊羔增强体质 抵抗疾病 排除胎分 有重要作用 是提高羊羔成活率的关键措施之一 高羊出生后 几乎每隔两个小时就要吃奶一次 以后逐渐减少 如果小羊羔比较弱 那么就要人工引导他们来吃奶 饲养员可以先将母羊的奶水挤出一点 然后将小羊羔的嘴靠近母羊乳头 让小羊感受到奶水的味道 这样小羊就会自己吃奶了 母羊产高三天以后的乳汁成为肠乳 是供给高羊生长发育的主要营养来源 高羊在10至15日0左右就可以达耳标了 母羊产高后体质虚弱 需要尽快恢复 因此 母羊产后一个月内 一般不进行放牧 要在眷舍内进行管理 并且支养能够随时给羊羔提供母乳 这个阶段称为哺乳前期 这个阶段羊羔的生长发育比较快 需要更多的营养 由于此时 羊羔的胃发育不完全 所需的营养大部分要依赖于母羊的乳汁 所以哺乳前期 必须加强哺乳母羊的营养 每天早中晚要给母羊四味三次 主要四味青草和配合好的精料 青草可以选择宜蒙黑山羊 比较喜欢的王草和马齿线 青草每次每只母羊四味1至1.5千克 精料的配方和妊娠后期母羊是一样的 每只母羊每次四味0.3至0.5千克 每次四味都要按照先味青草 后味精料的顺序进行四味 这时高羊也会逐渐去吃一些四草 和饲料逐渐适应它们的味道 为断奶做准备 一个月后也就到了哺乳后期 如果是春天产的羊羔 此时天气已经逐渐转暖 母羊就可以进行放牧管理了 羊羔也逐渐长大 虽然此时仍以母乳为主 但是已经可以跟随母羊进行放牧管理了 不如后期放牧时间不要太长 早晨八点将羊群放出 这放牧场地可是大有说到的 带高的母羊主要带牧须地里放牧 我们有最具种类的牧须桃 这个牧须桃还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 和一些氨基酸和维生素 非常利于牧羊的产奶 也利于它消化吸收 牧羊吃的主要是紫牧须 紫牧须是豆科牧须鼠 多年生草本植物 是牧羊最好的天然牧草之一 放牧时游走一定要缓慢 赶到指定的场地后 让牧羊在一定的范围内采释牧草 此时羔羊也会采释少量的牧草 中午11点要将羊群赶回眷舍 进行休息和补水 下午3点再将羊群放出 5点赶回眷舍进行一次补寺 牧羊主要补寺精料 精料配方与人生后期是一样的 每只牧羊每次补寺0.2至0.3千克 1月0以后的羊羔 每天除了吃母乳和放牧外 回眷后也要对它们单独进行一次补寺 补寺精料 精料配方为玉米60% 麸皮17% 豆泼20% 食盐1% 鱼粉2% 精料的思维量要随着羔羊的年龄的增长而增强 1月0的羔羊每只每次补寺量为0.1至0.15千克 2月0的每只每次补寺量为0.3至0.4千克 3月0以后的羊羔就要进行断奶分群 断奶前 要对羊羔进行称重与测量 并挑选出适合作为种用的 当身高体重等符合种用指标时 就要转为后背种羊的管理 而不符合种用的羊 要进行去世 转为育成羊管理 育成羊的管理主要就是增加羊的体重 为初篮做准备 标准程序就是每天八点将育成羊放出 选择草场质量较好的场地 驱赶的速度要缓慢 让羊群自由的在草场采食牧草 要想让羊增重快 这四位可马虎不得 每天中午还要给他们加一顿餐 中午11点回卷要补四一次精料 精料具体配方为 玉米30% 麸皮25% 菜脂饼20% 棉子饼20% 矿物质3% 食盐2% 这种饲料配方有利于育成羊增标 因为中午天气较热 因此四位量要少 每只羊补四0.2至0.3千克 补四后还要补一次水 下午3点再将羊群放出 晚上5点将羊群赶回眷舍 再进行一次补四 饲料的配方与中午四位的是一样的 每只羊补四0.3至0.5千克左右 一蒙黑山羊10月0 体重在20千克以上就可以出栏了 在一蒙黑山羊的放牧饲养期间 羊的体甲经常磨损 时间长了 不仅会影响行走 严重的还会引发体病 所以要定期的给它们修体 修体时 先将指尖的脏物梳理掉 然后用修体刀 将体底部多余的部分修理掉 再用错刀 将边缘慢慢的修整好 就可以了 一般是每月进行一次 放牧饲养的方式 加上精细的管理 使得一蒙黑山羊的肉质十分鲜美 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经济价值也非常高 立足于诸多风景区的旅游资源 做足黑山羊的生意 一蒙黑山羊可是扎扎实实的 给一蒙山人民带来了财富 好了观众朋友 本期东港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